周公恐惧流言日 往往千功下世时 假使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伪 有谁知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评 听大鱼话说 耸潮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 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 各位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手机和电脑客户端 搜索大鱼茶馆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 咱们说到 削夺兵权 赵匡胤 设计军力 喜讯传来 宋太祖出兵京南 赵匡胤得到了京南这边啊 也出事的这个消息之后呢 不再迟疑 马上出兵了 准备连京南湖南一起打下 按照原先的军事波防分区 京湖一带正式宋朝第二号 军事强人慕容颜昭的主战区 很好 就由慕容颜昭来负责 这次出征 并且派出赵匡胤原来的 幕僚老班底 当时已经是 书面院副始的 李楚云监军 同时呢 再任命 太长青边光 就职香州 命户部腾白 为南面军前 水陆转运使 全力以赴 公用慕容颜昭的 军需物资 这是宋朝 自开国以来 第一次走出国门 征讨天下 赵匡胤已经派出了 他最强的 甚至比他本人 还要强的军事班底 再汇集了十州之兵 勿求一举克敌 示威四方 但是谁也没料到啊 在这次以众灵寡 泰山压顶式的攻发之中 真正令人胆寒的 却不是九经沙场的 威名远扬的慕容颜昭 竟然是那个出身幕僚 貌似柔弱文人的李楚云 历史证明 他比当时 甚至比人类世界上 最最残忍狠毒的人类公敌 都毫不逊色 北宋前的元年 即公元九百六十三年正月 帮助湖南武安节度使 周宝权讨伐叛逆张文表的 宋朝大军 启程出发 但是第一个命令 却下给了 必经之路上的 京南高继冲 令京南王高继冲 发水军三千 协助宋军一同南下滩州 高继冲慌了 这真是闭门家中作 祸从天上来 他湖南周保全的事 平白无故 找我京南高继冲 干什么 而且这身高继冲 才刚刚上班 对工作没有经验 面对突然发生的军情 几乎是束手无策 但是他父亲 毕竟给他留下了一些成年的员工 他们马上就替他 识破了赵匡英的诡计 假途灭国 这可真是老掉了牙的骨灰级计策了 在有宋朝之前 一千多年里就弄得近人皆知 春秋时期 渔国和国国同姓相邻 彼此相亲 晋国虽然强大 可是拿他没办法 于是晋国人就想出了个损招 先拿大批金银珠宝 无偿送给渔工 让这一个眼皮子推浅的小公国 让出了条道 晋国的大军就灭掉了国国 然后回国途中 顺带手就把于国连同之前 送的金银珠宝都收回来了 就这么点事 这种诡计是典型的 可依不可在的激诈式阴谋 第一个用的是天才 第二个还想用 那就是诚心找抽 送上门给别人取了 比如说众所周知的三国周郎 但是要命的是 现在高继冲不是刘备 他没法把赵匡英这个军队 挡在家门外边 然后骂一句滚 不可能 回去想个新险展的招法 再来骗 不可能 之后的一切平安怎么可能 因为他实在是不敢 你要知道 这个时候赵匡英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拥有一百一十一个州 九十六万户人口 而且军队里都是百战的京族 陆军有陆战 水军有水战 兵种齐全 你让高继冲怎么应付 而且赵匡英下的命令 那叫合情合理 你京南自从我登基 你就表示全方位的臣服 现在我只是要向你借个盗 然后再出三千个人 你来给我住债 这有什么的呀 是不是 顶多我在沿途 我补充些急 这玩意过分吗 这不是你作为一个臣子 应尽的责任吗 于是京南小朝廷里的人 想来想去 不能硬 可也不能太软 那只有一个办法了 就是多倍靠军物资 主动营了上去 半明半暗的对宋朝人说 哎呦 京南百姓恐惧王师 靠军物资可以尽量满足 可是要在百里以外供应 宋朝的军队呀 不能进江陵城 只希望宋军主帅慕容颜昭 讲些良心吧 左人哪 可别赶尽杀绝了 可是谁知道呢 毕竟赵黄印 已经先下了这样的命令了嘛 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呀 当年2月9号 高继冲的叔叔高宝银 带着大批酒肉来到了 离江陵城百里开外的京门 遇到宋军了 接待他们的是监军李楚云 李楚云带他们 那叫一团和气 笑呵呵的告诉高宝银 别怕别怕别怕 哎呀 我们就是借个道而已 哎呀 这个这个假途灭国这种事情 我们也知道嘛 对不对 你们呢 现在可以回去啊 派人 哎 报告平安了 这个靠军物资我们收下了 哎 然后呢 我们呢 也从这开始拐弯了 我们啊 也要准备去这个 呃 打湖南了 哎 然后呢 你们呢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军营里边休息 我们的主帅呢 病了 他晚上啊 稍微舒服一点了 就来亲自接待你们 哎呀 这个高宝银一手私利套生啊 立即派人回江陵 哎 我告诉你这儿 哎 这个事啊 太好了 这个大事情天大的喜许 第一时间我们得传递给高继冲 而宋朝人真的很讲信 当天晚上慕容颜昭就真的亲自设宴来给他接风来了 在研习之上 高宝银等京男人呢 真的是既感激又过意不去 因为他们发现传说中威风拔面 战功赫赫的慕容颜昭真的是病了 可仍然亲自出席 陪他们饮酒谈笑 哎呦 这多的敬意啊 受宠若惊啊 于是就算他们发现最初接待他们的那位和蔼可亲的监军大人李楚云 并未出席 也不好意思再多问什么了 人家都病成这样了 你说是不是 怎么着晚上还得俩主官都陪着你啊 于是 李楚云那时候就已经远离军营了 率领数千轻奇 直扑京男首府将领 夜色漆黑白里奔袭 李楚云撕下了文人的假面具 这个时候他是监军 是实际意义上的军中第一领导 第一枪由他打想 这是光荣 这是他的期望 他要做的 就是突如其来的出现了高继冲和所有京男人的面前 一举击碎那些可怜冲的幼稚幻想 让他们在一瞬间就明白 除了彻底的臣服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天色大亮 他已经啊 逼近到江陵城外十五里处 这个时候 他被突然出现的这么一群人给吓了一跳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会在这个地方竟然遇到了这么一帮人 能想象吗 二十一岁的京男小巢的主人高继冲 竟然大清早带着京男小巢的人 在大道上等着他呢 怎么回事 要说高继冲知道了他正在向江陵击近 李楚云道并不意外 再隐秘的行军也会被发现 尤其这是敌人的都城附近 但是为什么高继冲会放弃都城江陵 跑到十五里之外 来迎接他呀 难道有埋伏吗 这玩意可太奇怪了 就算真的有京男请国之兵在附近埋伏 难道竟然要有高继冲亲自做幼儿 但是李楚云一点都不怕 从他的个人简历上看 他巴不得这样啊 历史记载李楚云那是陆州上当人 父亲叫李昭 这是后唐的时候的这个简校司徒 后唐啊征讨定州的时候 突然遇到了契丹人 李昭率兵绝不后退 栗战而死 从根上讲 这老李家就有孤胆独斗的勇气 到了后进的末期 李楚云跟着哥哥来到了开封 他这运气可真是太好了 正好遇到了耶律德光进攻石重归 后进的叛将张彦泽率先冲进了都城 当时李楚云二十岁都不到 满城乱兵杀人放火 他独当里门射杀十数人 众无敢当者 就这样一直挺到了天黑 到了第二天 乱兵又来李楚云 一小富斗 又杀数人 斗 危机 直到有他家的亲戚 帅兵来援助 这才算是结束 这样的人率领千军万马 还会害怕吗 这时候他冷冷地问高继冲 你在这干什么呀 高继冲可彻底崩溃了 站在他的角度 难道说他可以躲在城里 然后任凭宋朝的王师 在城外叫门 他不理不睬 要是王师攻城呢 他还要怎么办 反抗还是投降啊 哪样似乎都没有 出城迎接的好 这样就能站住李了 他一直都没有反抗 一直都是宋朝的好臣子 那么皇上 您就别再抢我东西了吧 就这样 高继冲好半天才说出来 他在这迎候王师 李楚云察言观色 对这个臣子彻底失望了 他不愿再费半点口舌 就领高继冲 站在原地 别跟我动 后边的慕容主帅 很快就到 你跟他报道 然后领兵直奔将领 在他的身后 高继冲和他的京南辰 怎么一脸的推仓 他们不懂啊 宋朝的人 怎么可以不按规矩办事呢 按说假徒灭国 不是这样的呀 是要先借到 消灭主要敌人 国国回来顺带手 再灭我们呢 可宋朝人 怎么可以擅自颠倒顺序 先拿好心解套的人开刀啊 这不对 这不是规矩呀 这毕竟球不是这么踢的呀 刀上没沾一滴血 李楚云近战了 京南的都城将领 太容易了 胜利来得过分简单 让他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这是我该做的事吗 这是我想要的吗 我应该面对强敌几番恶斗 甚至险死还生 最后关头才战而胜之啊 这不是我的胜利啊 这个险而险死还生 这最后战而胜之 这才是我的胜利啊 我才能够成就 这个流传后世万人景仰的威名啊 而且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在赵匡胤的身边 显得与众不同的 哎呀 这个意犹未尽的 李楚云就开始满江陵城的忙碌了 哎 要布防 要接管 要收编 还要安民 等等等等都得做 等慕容颜昭带着高继冲进城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大局平定了 可以再次动身离开江陵了 下一个目标哪啊 湖南 这才是真正的目标 请注意啊 时间截止到这儿 李楚云的表现都非常的良好 虽然他稍微积极的过分了些 但是身为监军 而且主帅生病 他有理由负起更多的责任 但是随后 这个人的心态可就彻底失衡了 一招大拳在手 生杀欲夺 随心所欲 一个人潜藏在心底的真面目 就会突然暴露出来 首先突然传来一消息 让李楚云又急又气 周宝全比当初求救时 还要十万火急 传了一消息 判贼张文表已经被他自己搞定了 宋朝能及时来圆 他万分的感谢 只是现在事已办完了 你们哪 不用再来了 你开玩笑 你出现怒了啊 难道整个湖南都像周宝全一样 是个十一岁的小毛孩子呀 哦 堂堂那么大宋军队 招之急来挥之急去 你耍呢你啊 对此整个宋军的反应是 加快速度 不仅全体出动 还带上了京南原有的军队 一起扑向了湖南 我就不信了面对这样的大军 你们还不往风而降 可是事情就是这么怪 湖南人居然敢于反抗 在陆地 湖南人关闭门户 拆毁糟粮 尽一切努力阻挡宋军 在水路 湖南人做的更绝 他们把船 装满了巨大的石块木料 沉在各个关键的水路摊头 把宋军水军的路 全给堵死了 行了 这下的事情严重了 慕容颜昭向赵宏军请示 这咱们该怎么办呢 赵宏军远在千里之外啊 倒没觉得怎么样 只是给了周宝全一句话 这个 大军既整耳难 何为反惧王师 自取涂炭呢 全部的意义就在最后四个字上 小心自取涂炭 但是湖南人没反应 那就没办法了 那我就只能进兵了 这个时候 厮杀一生的慕容颜昭很平静 有进攻就会有反抗 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在李楚云的心里 这个事可就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这是他第一次领兵出征啊 在他心里真正的主帅 最不是慕容颜昭 以及以后发生的事 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他绝不允许有任何人反抗他 让他的事业有任何的差池 有任何的闪失 面对他 所有的人都应该像高级冲那样 自动走出城来 站在路边等他政府 当年三月初 宋军陆路呢 由李楚云率先锋前行 主帅慕容颜昭捅大军随后 出李州 就是今天湖南里线 攻击的目标是湖南郎州 才出李州啊 就遇到了湖南的军队 悲剧就此发生了 李楚云一战大胜 不仅杀了很多人 还捉了很多人 他在俘虏里挑出了几十个肥胖的 然后架起了锅 点起了火 各位朋友们能想象到 接下来要干什么了吧 他不仅把敌人扔了进去 煮熟了 还当着其他俘虏了面 让自己士兵吃了 回忆人类有史以来 各种种族的全部历史 大批的虐杀俘虏 几万几十万的杀也屡见不见 可就算是纳粹德国集中营 也仅仅是用毒气集体杀人 死后才收集人的头发 金牙等值钱的东西 以屠城灭国 著称的蒙古人 在最初的野蛮时代 挺真的敌人 扎姆河也仅仅是把敌人 扔进锅里煮熟了 可也没吃下去 李楚云当时并没有疯啊 他事后更加没有后悔 他目的达到了 湖南人真怕他了 就在三月十号 他就攻进了湖南的都城郎州 杀了主战的张从富 抓住了十一岁的小孩子周宝全 可是他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期盼的荣耀 人可以杀人 但是要有骑马的底线 战报很快就传到了赵恢严的手里 西勋 从出兵到现在 不超过一百天的时间太棒了 实战中两天之内收复金南 十天之内攻破湖南 升幅高级充周宝全 堪称战国辉煌 共得十七周八十三线 共二十三万七千户人口 大功告成 但是赵匡胤却没法高兴 因为这并不是他想要的胜利 胜利有的时候真的并不是一切 他出生在五代十一国里 成长和拼杀在五代十一国里 他的功名富贵 甚至他的名声家业 都与刀剑厮杀密不可分 但是这并不代表 他就喜欢厮杀 喜欢刀剑 我们不要忘了 就在赵匡胤少年时离家出走 落魄的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都没有允许自己堕落 历史早就证明赵匡胤善于杀人 但不以杀人为乐 我想他始终都有一个疑问 这个疑问是随着他的成长 随着他遇到柴荣去征战天下 而逐渐清醒 那就是刀剑到底能给他带来什么 这是一个重极问题 那边包含着另一个极其深刻的内核 也就是凭着刀剑为生 最终能走到哪一步 换句话来说 具体来说就是他是不是能超越柴荣 以柴荣之强 有生之年 无日不争 无日不战 严于律己也苛求于人 虽然活得痛快淋漓 可是到最后怎么样 以刀剑之力威服天下 难道刀剑还能千年不损吗 柴荣的教训就是他把自己都当成了一把刀 哪里又是哪里到 最后终于强不可求 一刀砍的绷了人 所以再也不能那样了 于是赵亨宴开始派部下出兵 而且选身边的亲信来做监军 既要胜利 更要人心 他深深的懂得 他的是他的 而别人的一旦抢到手了 也就是他的了 所以得珍惜 可是李楚云这该死的混账东西 胜账人人都能打 没见过他这么干的 难道湖南人已经顽固到 只有把他们扔进国里 煮熟再吃下去才能够服从吗 赵匡胤是痛心疾首啊 他明白 这是一个标准的五代十一国时期的胜利 为了胜利不顾一切 可这不是他赵匡胤想要的 弊病马上就出现了 周宝权虽然被抓住了 但是湖南民愤大气 兵民齐盘 郎州都城 在叛兵乱民的威胁之下 李楚云 现在你是大祸还不够吗 要不要我从开封再给你送一些过去 而且不止如此 杀过人的李楚云性情大变 不仅对外凶残 在自己的军队也开始严刑峻法 毫不留情 尤其是主帅慕容颜昭的士兵 只要有错 李楚云直接杀法决断 一点都不请是全军的主帅 在他的心里 监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高领导 后果是严重的 慕容颜昭带病出征 连气带累 从此一病不起 回后不久 死了 这时候回头看一下 李楚云的功劳在哪 以惊呼弱小之地 派慕容颜昭这种大将出征 已经是大才小用 只为必胜 也一定必胜 可是李楚云 把所有一切都弄变味 为了善后慕容颜昭 赵匡颜昭只有下诏宣布 大赦京南 湖南所有叛乱 乱者无罪 而且免除当年查税 以及各种杂税 再免去京南地区 当年下税的一半 而且这还远远不够 赵匡颜昭明白了 他仍然还活在五代十一国内 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 他当上了皇帝而改变什么 赵匡颜 该怎么处置李楚云呢 与之后是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